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慢走啊 往这边走 坐好啊 你好 请问一下 刘清风住在几号房啊 刘清风 你稍微等一下啊 一二零二房间 一二零二 对 好 谢谢啊 往这边走 好 请问你找谁 我来找刘清风的 你这是方毅什么人 我是她朋友 晓慧 没有苹果了 好 我去给你买 你找谁 方毅这种病啊 学名上将阿兹海默 一开始只是性情改变 记忆力变差 情绪容易波动 语言沟通偶尔出现障碍 阿兹海默 嗯 那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小晨姐送她过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谁都不记得了 小晨姐 你和小晨很熟吗 我们一家和方毅一家是邻居 我从小跟小晨姐一起长大 她知道我在这里工作 所以啊 就把方毅送过来让我照顾着 这样她也比较安心 那你知不知道 她有没有回来过啊 她好像是上个月来过 说现在工作比较忙 以后不能常来了 所以拜托我多照顾着 小晨呀 房间里的电视机怎么打不开了 好 来了 你快来帮我试一下 你快来帮我试一下 小晨呀 我去看一下 我等着看电视了我啊 我房间里那 好 好 就唬了 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现在马上来了 我先来的嘛 我先来 我先来 我先来的嘛 先帮我去看 我在房间里等你啊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我马上来 你这个人怎么不这样 等我这回去了 稍等我马上来 你不要动你 你怎么这样 你这大老徒子 你说你多大才是哪 不好意思 我这边人瘦有些不太够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 你们这边 还缺不缺人生 该吃药了 我先去看 我真想让你帮我演示我妈 看什么玩笑的 都在我呢 再一个 我这个演示你演示她吧 你也跳过去吧 晓慧 晓慧 你有什么需要吗 你是谁啊 我是新来的护工 晓慧她平时有点忙 您要有什么需要的 您找我就可以了 我的药掉了 药掉了 掉哪儿啊 那我帮您找找 是那里头 贵姓啊 怎么称呼你 您找我小童童可以了 小陈 小陈 找找 给您 谢谢 没事 应该的 打开 哦 陈先生 方怡啊 刚睡着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白天已经够累的了 晚上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没事 哦 对了 昨天晚上有个小伙子来看过阿姨 小伙子 他 姓什么呀 他说他姓沈 是刘阿姨的家人 陈先生 他有没有问 是谁在照顾方怡啊 他就问了是谁把阿姨送来的 我们说是他女儿 他就站在门口想进不敢进的样子 后来就放了一大堆补品就走了 如果啊 下次他再来的话 问起来 您就说 等会小慧一日再照顾就行了 哦 好 好的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好 这么晚你赶紧走吧啊 好 方怡啊 水弄好了 我们洗头发吧 来 慢点啊 小陈 我要吃苹果 吃苹果呀 嗯 现在只有香蕉跟桃子了 行不行啊 我就要吃苹果 就要吃苹果啊 行 那我现在下楼给您买去 您等我一下 嗯 好 你呢 哦 你好 我是小明老师 是小历老师 你好 我是小明的妈妈 小妈妈 老师 老师 我 我 你呢 你呢 您这是又拔我帮了 你好 姐 我再自我介绍一遍 我叫卫童 是您女儿的好朋友 人家造型是要洗头是吧 我给您洗吧 你是谁 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魏彤 您甭管了我给您洗头吧去 这好看吗 这好看吗 你是谁呀 阿姨 我是给您洗头的行吗 小成都洗头 阿姨 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魏彤 您想想我看您这么多回了 我上回 我上回给您买好吃的呢对不对 那我洗头了啊 那我洗头了啊 我这跟我妈也没洗过头 立得行吗 阿姨 嗯 还行哈 嗯 阿姨 小成最近一切都好 最初有点忙 最后替她来看看你 嗯 好 这电视好看吗 您看这么久 好看 跟孩子似的 小成 您醒了 我帮您打 打个水 你 你的头发长了 该剪剪了 是 我电话来了 我出去接个电话 你们那边是不是也规定了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你到底是义工你还是全职 说吧 什么事啊 还不是苏秀的问题啊 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版权仪式 那深思在这件事上捅了这么大娄子 那我们作为合作公司 是不是总得想办法收场啊 我记得当年和深思的合同里面 有关这一类的问题 进行了很清楚的责任分割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大哥你说的倒是经常 你倒是回来啊 你不回来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这公司啊 都交给你一年多了 我对你有信心的 还对了 还有件事情啊 我们均送给量导院的医疗设备 什么时候到了 好好 这事动作得快啊 千万别让别人知道 行吧 好好 拜拜 知道 行 好 那就这样 小个不踏皮外话 哎呀真是貌似了貌似了 这种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真是想问哪 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 这有什么方式 关心和教育人孩子的呢 教育方式啊 哎 我回来看看你们了 就是 我给你带你爱吃东西 你是谁呀 是你闺女啊 我不认识你 你要挑哪个牌 我给你挑 声音太小了 现在呢 嗯 好啊 嗯 妈 我给你炒了你最爱吃的小菜 这还有粥 我见过你吗 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来呀 我是认错人的 我是小陈啊 我是小陈啊 我是小陈 我是你闺女 小陈是男的 哪个小陈啊 护光小陈 不一直都是小慧在照顾你吗 小慧也照顾 小陈也照顾 都照顾 你让我带了 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这都是我找找的 你看你看 你还记得这个吗 小的时候 爸爸给我做的小分船 还有这个 小波浪骨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 你跟爸爸说 咱生的是闺女又不是儿子 你给她做一波浪鼓干嘛 你后来还老拿她逗我玩 你记得吗 你看 闺女好 闺女翘 闺女好 闺女是妈妈的小脸熬 我就是喜欢闺女 闺女可好可好 你怎么哭啊 我好想你 好可怜的小孩啊 你先找你妈妈去吧 啊 你就在这儿让我找谁去啊 我要看电视 我要看电视 可算是忙完了 我等死你了 你说给我一个惊喜啊 什么惊喜啊 惊喜一会儿就到 别卖关子了 你快说吧 言小陈回来 一会儿一起吃饭 小陈回来了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我怕你大嘴巴呀 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 你说小陈 她该不会还怪我留在DH 她怪你会走吗 喂 小陈 我跟魏彤在一块儿呢 你到哪儿了 不来了 程总啊 不不不 我是说程志远 她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怎么来公司 她说好像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吧 喂 又说什么事了 有件事我考虑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 毕竟你知道了 也能有个心理准备 到底什么事你赶紧说 言小陈回来了 是Cindy告诉我的 她不是在Cindy的公司吗 但是她这次回来 完全是为了上海的公事 如果你见到她了 你千万不要激动 好吗 程志远 你在听我说话吗 喂 喂 志远 我先挂了 你来这儿做义工 是为了我吗 我是为了我自己 每次看到方怡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要是没有我的话 她和你现在 应该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 我其实经常会想起你 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事情 我不得不承认你在我的生命中 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印记 我越是想去忘记 就越记得清楚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应该去恨你 是你 毁了我的生活 同时还欺骗了我 对不起 是 可是后来 我换了个角度去思考 我思考 你在我爸离世之后 你是背着多么大的负罪感来接触的我 你甚至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 还居然负我妈的痛苦 我想到这些 我反而恨不起你来了 你应该恨我 这一切都是我走上的 可是责怪别人 我现在只会让痛苦不断地加深 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断地反省自己 才能正正地成长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都是我的错 其实我也有错了 我错在 我爸离世之后 我把所有的怨恨都转嫁到了别人身上 我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了悲剧的主角 我觉得全世界都欠我 可是 我明明知道我妈 比我要痛苦一万倍 我反而没有去安慰她 是可见了 我不是在那里 我如果想到你 我不是在那里面 你吗 我只在在那里面 我不是在那里面 我喜欢到那里面 我而且我会想到你 我认识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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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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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方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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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好久不见 想什么 三年前我肯定想不到 今天我能坐在这儿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走到你来 我看到我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我来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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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去给你了 我来给你了 你来给你了 你来给我得了 我来给你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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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思集团股价持续暴跌 面临创立以来最大危机 不如猴子你可真行啊 你这个富二代快变成钱 富二代了还这么淡定 你好像很闲啊 我让你给我发的资料呢 我发你了呀 你发我发的资料呢 你发的资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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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错了 你发给我错了 而且在你发给我之前 你自己先检查一点 如果到时候被我发现有什么披露的话 我又得扣你小情了 我之前怎么没借你对你的投资人这么熟悉 还不是因为这是颜有尘啊 只要是跟我们公司有关的事情 我都很上情 你可拉倒了 我告诉你 前任 不对 你这还不是前任 前妻这种身份 最容易公私不分 他轻描淡写的一句内容模糊 我们所有人一天之内就得重新整理资料 这不是男的人吗 你这么说就狭隘了 晓晓她代表的是投资方 她公事公办 我们尽力配合 有资金进入了 我们不是很快能实现我们当初 创立公司时的愿景 再说了 晓晓她不一直是这种 教授的性格 身后 你为了颜小臣说我狭隘是吧 明明是你鬼迷心窍 旧情难忘 行了 你尽快把资料发给我 赶紧回去陪您家喂同吧 陪什么 以后不想陪也得天天 我还不如在这儿陪陪你呢 别忘了明天早晨九点来接我 你要再迟到我弄死你 你要再迟到我弄死你 陪冤川 慢点啊 你也别太晚 你知道她回来干吗吗 她是来落井下石的 她是专门来找咱们深思集团 没人麻烦的